韓国瑜上任立法院长后 第一个公开行程 就是在院内视察各单位 首站来到行政大楼的主祭处 同时也宣布 新任秘书长周万来 我们周秘书长上班的第一天 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周秘书长来担任 韩国瑜接任院长之后的秘书长 周秘书长是国内 议事规则教科书籍的人物 接受这个职务以后 我再尽我自己的能力 让立法院的院务的事务工作 能够正常的运作 韩院长正式上工行程紧凑 除了单位视察 下午两点还要跟江启成 一同接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并在三点主持党团协商 讨论开议日跟议场席位区区划分 晚间五点出席国民党尾牙 但这其中的重头戏就在党团协商 因为民众党对于开议日 有不同想法 为什么蓝绿两大党 私底下瞧好 2月23号开议 然后就好像要威逼着 台湾民众党这个少数党接受 学法律的黄国昌委员 那刻意的把立法院没开议 就是立委没上班 没上工 带风向来做出这样错误的 魅于事实的解读 也许黄国昌 他也习惯对着美光灯来问证 他完全不接地气 绿营开枪黄国昌只想作秀 而国民党团也跟民进党团 想法一致 就是按照惯例 2月23号开议 大家新年快乐 商人阅长第一场协商 就是要协调开议时间 这也考验 韩国瑜调和鼎耐的能力 华语新闻吴振恩林华李顶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